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 日前在丹佛市起飞之后 引擎故障起火 客机需要截反 美国与日本停飞同款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 初步调查发现 起火的普惠PW-4000引擎 有两块线叶碎裂 其余的亦都损毁 必须加强检查其他同款引擎 这款引擎仅适用于波音777客机 联合航空随即停飞 24架有同款引擎的波音777客机 日本国土交通省 亦都要求日本航空和全日空 32架同类型客机停飞